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今天这个行情真的令上帝也疯狂 令股民非常的抓狂 明明今天大盘是以高盘开出 而且暴涨 再创今年的新高 没想到反手下杀 而下杀的过程当中 一点都不同情大家 直接从楼上一路杀到楼下 这中间的过程当中高达三百八十几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其实这个是大家心里的一个状况 因为今天大盘越过前面的一个高点之后 不免有人在这边算计 会不会成为最后一只老鼠 所以就开始调节的股票 当然在今天九点零几分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拟定我今天的策略 今天一大早 我的会员收到我的讯息 第一通九点多出头的时候 是卖股票 当下他们就问我说 老师今天大涨要不要再追 我说我的动作就是如此 但是今天有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 有一档股票被我定价在那边要卖 今天那档股票的高点就是那个价格 然后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档股票是比较特殊的股票 这个在这里 这个9点11分 会员收到的时候是9点11分 我定59点3要卖一半 我上周四上周五买了这张股票 那结果今天导播特写 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一点 就今天高点刚好是59点3 我的会员物老师我们9点11分收到 真的去挂59点3要卖一半 但是这个价格9点17分真的来了 9点17分真的来了 来的竟然是今天最高点 但是这个价格的量很少 所以我们的会员可以说没有成交 但是我会员对于我这个价格的算法 他们真的非常的佩服 纵使今天这个高点 这个真的有来到 但是也没有卖到 但是他们觉得 这个分析师能够算出这样的价格 而且不是只有一次 是很多次 通常我要会员定价 他们都觉得这个价格太神奇了 各位都知道 我有两个特殊的称号 一个叫做合快手 一个叫合大胆 通常我都试价来试价去 除非有特殊的状况 我才会定价定在那边买或是卖 那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让很多新成员哲哲称奇 他说纵使今天这个价格 这个张数不够 我们也没有成交 但是我的确 他们收到的时候是9点11分 但是我9点零几分就写call讯了 然后发射出去 所有会员最后收到是9点11分 但是这个价格是9点17分 换句话说 5分钟6分钟 绝对让你挂这个价格 绝对是够时间的 但是今天我必须跟各位说 这个价格的张数真的没有 没有那么多 所以可以叫做没有成交 我想在这段的一个过程 没有一个分析师愿意分享 我只是跟各位说 不管你站在什么角度 你做每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规划 当我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 我有卖股票 有在换手 在买股票的过程 我自然有我的定律 每一档股票大约到什么价格 我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我都有事先杀盘推远 纵使今天直接开高 我想我第一个动作就这一通 对吧 所以跟大家做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的标题各位可以看一下 今天真的是上帝疯狂了 你也很抓狂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一句良心的建议 你每次只要看到行情大涨 才想要冲动要去追 那么当你追到的时候 恐怕那就是你心中所想的最后一只老鼠 上个礼拜我还在讲 我所讲的这些股票老鼠都到迪士尼去 但是你永远不会相信 当今天整个行情直接暴冲的时候 你追 好 追高 杀低 那必受其害 所以我今天先把这段话送给所有的人 但是这里请各位再去思考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你的胆势在股市里面就是要买股票 你要买什么 我都把你们规划好 但是买到一档标股 让你也可以数钱 OK吗 所以今天有这档股票开场白 但是接下来 这个大盘 名称很标准 大阴线崩落 各位有发现我头一次 把这个用在这个地方 通常是在这个位置 中间对不对 为什么呢 今天没有位置让我写字 这一块开高 这一块又杀低 所以我摆在这里跟摆在这里都摆不下 所以最后呢我把把这个东西移一移啊 只能摆到这个位置了 所以今天呢各位大开眼界了 通常是摆这里或摆这里对不对 那今天呢这个这个状况啊 我必须呢把这个位置移到这里哦 今天这根大阴线呢它是高低点总共382点 那么在今天的开高过程当中完全正确 今天开高走高创新高完全正确 但是呢从这个部分呢开始反手杀的当中呢 各位要去想一下 上周五我告诉大家形态叫做连续新线 对不对 连续新线也就是在这个部分呢 上周五的走势呢它是走这个样子哦 它是开平高往下抖然后再反手拉 那么在拉抬的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部分呢完全都很完美 所以当时我讲过20大百行榜 其实呢加总起来是没有涨没有跌是零 但是为什么指数后来能够涨51点 因为中小型的股票它有在动 那当天礼拜五呢是有肚子的十字红的一个星星 所以呢我把这个结构讲得非常的明白 那么当天呢这个结构来到这里啊 它叫做连续新线 我给各位的关键价是17250 讲到17250啊我们再看今天的走势 今天早上开高对不对 冲高是对的 但是你在想哦开高过程当中 你反而走低盘的路再破17250 那就有问题对不对 好所以我当时讲啊 日K2连红到上周五的时候 震荡稳健走尖对不对 那么主流肋骨呢多挡都换手之后再攻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各位都知道哦 大家都知道这个AI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族群 还有电锄能都是 但是呢每次呢在这个关卡当中呢 有时候是大涨 大涨呢开始呢做调节 那么在上个礼拜这些的主轴呢 都有经过高档修正之后再换手 然后再反扑 那么在反扑过程当中呢 其实上个礼拜五他们扮演很大的一个撑盘的要角 那么今天真的有的股票还在涨 但是有的股票砰下来 那所以呢这个概念各位要想哦 主流类股多挡换手之后再攻这是棒的事情 所以呢我当时跟各位说啊 价涨量增并没有靠权重礼拜五的时候 所以呢显示内资法人是偏多的 所以今天早上一大早大涨 当然是理所当然 我已经告诉你们内资法人是偏多 满手的多单 他当然随时会有他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开高各位先看 需开高走高过当天的高点 有行情续喷不回头 那么这个时候呢各位要在想哦 今天开高反打的过程当中呢 他必须他来走低盘的路 那你必须守关键17250 那才容易走这个格局 不然会破当天的低点 结果今天是不是这样这样 啪下来 所以很多人说我这关键价很好用 我是跟各位说 你如何判别这行情强跟弱 对不对 好接下来 今天既然走这样子嘛 开高走低 那希望以后不要让我写 不要让我放在右边或左边啦 最好是放正中间啦 因为这种是很难得 没有位置让我摆哦 这个是这样子洗来洗去才这样子 那明天多加油啦 希望能够 能够他整个行情在上面 那我自放在下面 这样是比较OK的 20大排行榜今天跌58点对不对 那中场呢跌147点 换就要很多啊 换手之后呢 拉抬过程当中 今天开始呢反手调节哦 所以你要发现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今天拉高高反手调节 那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这个382点啊真的令人很震撼了 但是我是老神在在 今天最高点呢17463 其实创波段高对不对 今年的高点哦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 好今天这个呢 这一张啊各位发现哦 来这里哦放大 你看哦 它这里登登登上去对不对 今天开高走高 是不是越过这边高点 换句话是今年的高点嘛 对不对 这边开高走高嘛 那你越过高点的时候呢 哇既然这一根线啊 能够吃掉前面三根 诶 那这个很多人会说不妙嘛 对不对 光看这个线当然不妙嘛 因为这么大一根 吃掉三根K线 再往下面看啊 今天这个量呢 仅次于这边的量 但是呢 这边的高点比较矮 今天的高点比较高 诶 这就是各位不知道的 很重要的地方 今天这根线 吃掉前面三根的K线 但是今天这个创高过程当中 它是大黑K 可是它的量 并没有前面那根高点的 黑K来的大 所以这里还有的商议 请看 所以呢 目前啊 这个形态呢 这个比较特别了 通常我会假反打前三 就一根红吃掉前面三根K 那今天这个形态呢 反过来叫回吃前三 也就是这根的大黑K 碰吃掉 把它吃掉 那吃掉会怎么样呢 看下去 今天创高17463 但很多人在高点的时候 脚底抹油 各位都知道脚底抹油 跟酸的意思 对不对 好 那么这种上帝疯狂 古民抓狂 真的令人傻眼 因为我常在讲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不是你看到高才要去追 所以我今天这句话 你要注意哦 追高杀低 必受其害 那所以呢 今天这个让很多人傻眼啊 但是我是老神在在 对不对 好注意了 这种格局啊 明天给各位 172702 礼拜五是17250 今天这个样子呢 要提高17270 明天高盘开出 需站上关键价 只有这条路能够走 这条路走完之后 就能够显示换手成功 如果开高盘 关键价没站上 或站上去又反杀的话 那么必定反手再杀 那么明天如果低盘开出 回撤万七附近机会大 如果破 请你不要杀低 如果破 请你早点进场 这就是多雨空一瞬间 足利在想什么 万般跟云未喷出 万般跟云未收割 当他买的底下一大堆 很多人去帮他抬交的时候 他就倒给你 这我常在讲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不是等你看到行情上去 你才要追 对不对 今天你终于误透了 所以呢你看啊 像今天这种股票大涨 一大早大涨 去追的人 应该没有讨到便宜 今天我是一大早 9点零几分 就算好要订这个价 所以你的动作 是不是跟我不一样 我顺便拿这张股票 当教学 让各位知道 我的心态 为什么我可以当赢家 你不能 因为往往你事先没有耕耘 那你当然看到暴涨 你才要去追 但是往往追的时候 你才真的变成一只老鼠 所以通常我常跟大家讲 你照我的动作去做 老鼠都在迪士尼里面 你不要自己去养老鼠 好不好 那当然今天这个 除了这一只之外 还有很多的会员 给我掌声鼓励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我的喜悦 请看 你要一只吗 上周五亮灯暂停 今天持续喷到外太空137.5 请大家给我掌声鼓励 这个时候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人员投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制服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大家有没有吃饱 每天要很努力 很认真 这个饭票就会拿得到 不要天天饭票没有 钞票当然就没有 吃不饱没体力 股票又选错 就是不太好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饭票 那这节呢 我们先从台积电来讲起 台积电今天是跌两块钱 那这段的过程当中 也很多人嘖嘖称奇 因为我是一个客观分析 我才能够这样子如此的坦荡荡 那不然你追高杀低 自己做就好 确实话我跟大家讲 台积电是高低同病列 两个数字 上图下破 对不对 这个格局啊 你们呢去上什么班都听不到 说实在的 你们去上什么班 有告诉你什么高低同病列吗 什么反打前三吗 或是吃回三根吗 没有哦 我都是在这边跟你们讲得很清楚 我有一个证据跟你们讲 我怎么样去研判行情 对不对 所以我的节目要广为流传 再按赞 OK 好 那这边这样子 对不对 28号也跟你们讲画两条线 你看他如果没有下来 我讲的都很中肯的嘛 那这一根线我也说 这根线来今天特别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如果你们要知道是多头还是空头啊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多头架构才会还涨几叠啦 这样对吗 对哦 所以 今天台积电呢 这边一个缺口还一点点没有补啊 但是他这样下来 但是他这一根的黑K呢 有功高 然后下来 他量确实很大 表示在换手的过程当中 有大脚进去 那么明天台积电 我们要知道 他是换到很强的大手 还是弱的大手 那这句话给大家 明日台积电568 为他强弱分水岭 所以呢 跟大家讲啊 现在你手上股票先检视啊 还涨几叠 跌到量增 这才是多头的特色 大盘是如此啊 对不对 还涨几叠 后啊 大家下来跑掉了 主机刚才在吃货 那空头自己反过来 好不好 所以现在是什么头 什么头 现在什么头 还涨几叠什么头 如果停不出来了 问我好不好 OK 那 除了这个台积电之外啊 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一档啦 刚才拍拍手之后 当然也要分享给大家 对不对 这个呢 有我这种坚持 不会被洗掉 还加码买 还中间再换一次手 这实在是 一条路直直的 我中间呢 可以拐好几个弯 还不会迷路 但是很多人啊 拐弯呢 直路都迷路了 更不要说拐弯了 1.6倍功 功到哪里去 功到喷到外太空 137.5 唉 果然越到涨停 越买不到 讲到这个 你之前没有耕耘 涨停跟你没关系啦 那跟我很有关系耶 117你在哪里 啊说到117这天就好了 啊今天137 唉 礼拜四到今天20块 一张2万 十张20万 对喔 买对标股 是帮你咬钱的嘛 我说钱拿去当玩具多好 如果没有把钱拿来 当玩具 数到手张来找我 问我看看有什么方法 我是一点一点 把你们累积下来 这股票没有涨耶 26号没有涨耶 你们都不要 27号没有涨耶 我跟你介绍这种股票 你们都不理我 都要听别人说什么 什么最热门的 就那些最热门间谍的 最惨烈就是这些股票 我讲的都事实了 我这种才是很实际的 对不对 可是通常你们就不喜欢这个 我说我只有饭票 没有名牌 就事到如今 礼拜五就很多人说我厉害 今天呢 我管理大盘抖来抖去 我就是这个样子 不一样吧 这才经得起考验 这才真的叫主流耶 119在哪里啦 没人要理我咧 之前有涨过一支涨停的嘛 我说我呢 清代会员有调节一半 其余是没有调 但是今天呢 反而加倍奉还 你们也不知道 这个辛苦耕耘的过程 来一条线怎么样 很好买 不要三条线 没买到三条线 对不对 这张图啊 要阐述我对这个股票的 看法的概念 印这么大 一个碗 我那天还在讲 你要吃饭的时候 看看那个碗 肚子有多大 他把你装这么多东西 你还不知道对称要买 你要做什么呢 对吧 吃就这样 我放大耶 对不对 就这样 这一天我还讲 清代调一半 然后呢 我还跟你讲 历史会再重演 跳高收大阴线 你要看什么回事 历史会重演 大阴线 量大 再喷一波 三根大阴线 量很大 整理再喷一波 这边又一根大阴线 结果还是被他过高 今天历史真的重演 让我们看下去 两根对不对 我还跟你讲这句话 没人理我 赛翁司马 胭脂飞腐 不但没卖 还要买 这种分析师值得大家敬重 因为叠大都说没有了 我还告诉你 我要加码买 你认为 来找我刚好买到低点 还跟你讲低档 并列黑 民补量 亦拉中长虹 还不是中长虹 是直接掌停板了 你们来参加我这种 比较有营养吧 我想一个有策略的人 不要帮人家抬交 把你所有追价的成本 换成为有效的讯息 讲到这里 我顺便要讲一句话 不然 到时候说 老师 这个我上礼拜我讲过 参考一下 权益通知 好不好 万物皆涨 那个电信费涨 我也没办法 大概是这样 好不好 因为我必须要跟大家 因为我做事情很诚实 该讲什么 就必须讲什么 然后来看下去 满意吗 没人要理我 民补量亦拉中长虹 低档并列黑 你来找我刚好买到 这矮的位置 喷出去了 再喷 喷出去了 今天喷到外太空 重点来了 今天这个量 喷到外太空 的量没有这根黑K的大量 换句话说没有大量就越过这个黑K打下来的 所以后头可用之兵还很多 今天没有报大量创新高 因此还有更高的价格 欢迎所有的人身上有钱的来预约霸占后续的大商机 不然不会利用今天洗刷刷行情过程当中 还这么多大脚来霸占这种股票 并且留多方缺口 还轻而易举越过这个大黑K的高点 光礼拜四到今天好了 10张21万 涨幅21块 100张210万 那后面尾数拿去买零食自己扣 好不好 大概就这样子 我想这种 才值得大家帮我广为流传 我想通常在下跌过程当中 很多人抛弃 就是我说的杀敌 那看到大涨呢去追高 所以今天脸都会滤掉 但是我脸是红嘟嘟的 对不对 来来来 这个股票来 这我刚才讲过了啦 我一大早就订这个啦 结果会员佩服我是 真的最高点59.3啦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确没成交 张数不够 这个才是值得 这才是功利啦 我分享我的功利给各位知道 我不是要标榜我很厉害 我只跟你说我做股票都有方法 有逻辑的 对不对 这天 明亮新转大阳线奋期 我一买就大涨 对不对 我说防守点 顶着守这个红色这根的低点 做股票有依据嘛 结果再继续涨 那我还跟大家讲 下周不亮 乒乓外太空嘛 那日K三红嘛 这边59 595嘛 重点来了 今天593没有595 好 这边还是个小秘密 593没有功高 量没有595这边来的高 所以今天没有过前高 反收黑K 量没有报天量 因此这种结构 还会创新高 光这边到这边涨了7块7 接下来机会在哪边 赶快 我想我该讲就跟大家讲 那做股票还是要有胆势 好不好 那这个宝宝啊 今天你们真的要给我掌声鼓励啦 宝宝来了 逆境当中才知道谁比较厉害 好不好 1.6倍啊 我就跟你们讲宝宝的故事啦 我上礼拜也跟你们讲很诚实 宝宝要正座等你好消息嘛 啊今天有啦 消息比较好了啦 这边就这样 我都给你们讲过 第一档并列 注意的 这一根是红的 还真亮的 因此 这里有组两只脚的雏形 明天补量 一拉中场红 欢迎所有人 跟我预约这些 能够 接棒的标顾 所以我今天讲的很诚实 并且时间不够 我还是要秀给大家 不然说我没讲 这个走到一半 到底为什么迷路 明天跟各位说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这些都快要动了 所以今天最好去想一下 你的饭票在哪里 饭票 需要饭票 钞票的 赶快来call me 那今天这件事情 必须跟大家讲 这个权益通知 那今天最后一天 这个方案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握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air